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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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那年 不期而宇 充滿 浪漫結義 你說 希望我會 永遠陪著你 去看最美的风景 留下我们的痕迹 这是爱情 我曾经伤心 又是一个雨季 和你不再联系 也许已经有人替我去爱你 你曾说乌云散去 天空就会很美丽 而我的眼中全部都是你 雨后的彩虹终于没错过 你在另一头看到了 会不会想起我 当夜子被风吹落 当星空每次想说 你会不会找到 我们一起许愿的那一刻 雨后的彩虹 让思绪翻涌 在你头以后 我的世界 变得好安静 穿过拥挤的人群 当自己是个透明 多幸运有欲定 遮住的泪滴 啊 疼 卡住头发了 哦 跑了 时间不早了 要洗洗睡了 你那石盒冰硬套还是尽早送人吧 不然都要过期了 怎么啦 马桶好像堵了 哦 记得曼曼之前好像是用这个弄的 你之前不是说我要有做你女朋友的觉悟吗 所以这个就交给你了 那 你 对了 好像就是拿着这个对着马桶 摁一下就好了 那你先出去吧 嗯 嗯 你没事吧 嗯 嗯 是的 你 你先出去吧 待会儿 不管发生任何事 听到任何声音 不要再进来 那你抓紧哦 要去上班了 好 这样 咱们可就是同甘共胃了 幼稚 那你开车小心点啊 老大 老大 你总算出来了 艾利克斯一大早就来找你 在办公室等你呢 知道了 老大 你可做好心理准备啊 我总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呀 我就是提醒一下您 不过您什么大事你没见过啊 我脱离了 脱离了 艾利克斯 你找我 每天都是满面吞风的 看来公司这个福利的确不错 总算没有辜负你刘阿姨嘱托 现在要好好珍惜这种感情 我已经到你们公司楼下了 你还有多久忙啊 等我几分钟 我收拾一下就下去 我已经辞职了 今天是来拿东西的 不过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 新东家不错 待遇比现在更好 好像除了恭喜 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我在艾利身边七年 陪他打拼奋斗了七年 原以为迟早有一天 能名正言顺地站在他身边 却没有想到 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一厢情愿吧 说实话 说实话我挺妒忌你的 你很不甘心 这些天我把自己锁在家里 努力让自己不要去想 但是这些画面却不停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不过我也想明白了 每天的生活围绕着一个男人打拽 就算是滴到尘埃里 也未必开得出花来 与其这样 倒不如活得自在 所以 我要去追求我自己的人生了 我会像你一样 也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归属 也肯定会做得很好的 敬你吉言啊 我叫的车到了 再见 来吧 你们刚才聊什么了 你们刚才聊什么了 突然觉得你这个人一点也不暖了 跟个七年的下属 离职跟没事人一样 可是 是他主动请辞的 主要是我最近太忙了 不然我怎么着也会给他搞一个 告别仪式 也是 毕竟他在公司待了这么久 怎么着还是应该好好感谢一下他 你做我一个人的暖宝宝就好了 我可不想你变成什么中央空调 这么大的人了 东西都不会收拾一下 以后签完的文件 能不能不要随便放啊 好啊 万一找不到了怎么办 东西都放在仪表台上 很影响视线的 知道了 听你的 好好开车 好 走吧 我们回去吧 梁总 我们下次再喝 听话 听话 走吧 咱们坐车去 我不要坐车 走吗 走吗 我不要 我要背背 来啊 上来 走吧 背你一下 至于这么高兴吧 你知道 你是全世界第二个背我的男人吗 第二个 那第一个是谁 你初恋吗 你白痴啊 那些臭男人才不会 那 那 那谁 男人是全世界最可爱的我的老爸啦 他是全世界最爱我的男人 小时候我最喜欢让他背我了 现在有你 你也好 那 我背你一辈子好不好 这 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啊 帮我把这个洗一下 哦 好 喂 喂 安然 我明天就回国了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明天晚上吗 嗯 是的 不说了 我得去机场了 那你注意安全 回头公司见 好的 明天公司见 嗯 下好了 这么快啊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要把菜剥开了行吗 哦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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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东西不可以乱放 喂 不好意思 刚才没听到 你再说一下 安安 师兄回来了 给咱们晚上吃饭 让我提醒你一下 我知道 他打电话跟我说了 好 喂 撒了 你怎么了 总是心不在焉的 对了 你跟吴红记忆同居 感觉怎么样 挺好呀 怎么 你和郑明为吵架了 没有 可能是我期望值太高了吧 感觉两个人在一起磨合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容易 你有什么不爽的 就直接说嘛 你呢 总是考虑太多 你不说 他怎么会知道 啊 走啦 师兄 你这次回来可错过太多东西了哦 是吗 你都不知道 我和安安 现在已经找到新的男朋友了 而且我们各自已经同居了 这哪算同居啊 就是他自己的公寓还在装修 来我家暂时住一段时间而已 装修 你是要结婚了吗 别乱说 不对啊 这个结婚之前就是要装修房子呀 他搬过来我家之前就已经在装修了 所以跟我没关系 他就是蓄谋已久我跟你说 那恭喜你了 谢谢 师兄 现在我们三个人里面 就只有你是古怪老人了 所以你要不要加把劲啊 来 为我们已经开始的新生活 和即将开始的新生活 干杯 我来接你了 我男朋友到了 师兄 我先走了 安安就麻烦你送一下咯 拜拜 漫漫这次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啊 对啊 你也看出来了 不过 挺好的 那 我们也走吧 好 你男朋友怎么没来接你 我还挺想认识认识他的 以后总会有机会的 也是啊 同居生活过得怎么样 感觉 跟以前 和漫漫合租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区别吧 这两个 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吧 合租 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谢尔房租 有时候 两个人同住一个屋檐下 哪怕形同末路 也没有关系 同居就不一样了 可能是为了更多的了解 和磨合彼此的生活习惯 需要花更多的精力 和时间 有时候 甚至会发现 两个人并不合适生活在一起 让一下 郑敏伟 能不能不要只是我一个人在操心这些家务啊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我最近实在太忙了 所以我疏忽了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操心这些家务啊 好 你如果觉得实在太忙 咱们可以找一个保姆来替我们打扫 反正 咱们经济能力可以负担 这样也不用太累了 我觉得我们家的家务 我根本就没有繁重地要请保姆的程度啊 而且这是我们俩共同生活的家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分担 好 我 好了 我 那我 创意争取 怎么哄好冷餐中的女人 把家里的瓶盖拧紧 女朋友扭不开就回来求救 亲策有效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编曲竟然尝试 编曲竟然尝试 情 Wales Oi Zither Harp 雨下起了 放她在停着 听见你回答说不是呢 你偷偷的 那么真实的 叫我声息留下你的颜色 一颗心还亮着 它是我的唱歌 浮浮沉沉就像一首歌 唱着你呢 说不清的颜色 温柔的言语吧 默默一直走一直走回头发现 只有我一个 我还在等你爱上一个人 在当你发现爱情的贪恋 明白人生 注定难完成 有种搅拌 脚膜不能成真 我还在等你爱上一个人 明白着到底有多笨 爱一个人 倒不如做被爱的人 避免得只能委屈就算 我还在等你爱上一个人 再等你爱上一个人